俄羅斯因為發生了恐攻 現在已經看到130多人死亡 182個人受傷 4名嫌犯正式被逮捕了 證實說他是塔吉克的移工 但是罪名成立的話 要面臨終身監禁 其實俄羅斯現在沒有死刑 所以是終身監禁 然後很多地方都舉辦的 吊念的活動 另外俄羅斯也感謝中國大陸 很多民眾到這邊 進行相關的悼念 說謝謝中國人民的支持 那普丁最近也是含淚 替習難 遇難這些民眾 來點蠟燭致哀 然後他提到一個重點 說這些嫌疑犯逃往了 烏克蘭這個方向 有人為他們準備逃離國境的窗口 但是美國就不斷的稱說 這跟他們還有烏克蘭 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俄羅斯的發言人就說 其實這個 烏克蘭的這個事情 美國替烏克蘭的任何辯解 都會被視為是犯罪的證據 但是澤倫斯基就說 你不要把這個錯都推責給別人 對 因為你說塔吉克移工 坦白說啦 我叫你全副武裝到一個地方 然後殺死了137個人 這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吧 而且那個錢也不多 就只有100萬盧布 8萬人民幣 我就是美金大概 他只付一半先做 先一半 極簡款 極簡款就5000美金 對啊 5000美金 這個 真的不多 太少了啦 然後殺那麼多人 而且我跟你講 你還說他是IS 對不起 IS會是塔吉克移工嗎 對 那你再去想 IS有拿錢辦事的嗎 你有看過嗎 怪怪的 真的是 IS坦白說他最近 好啦我們假設那個 蘇萊曼尼那個紀念會 那個假設也是他幹的啦 那他們通常都是 是第一個為了政治報酬嘛 或者是為了這個做交易 比如說扣押人質 然後要換什麼 對 有政治的目的 對 那一定會講他的政治訴求嘛 那通常就會有一個 預錄的影片嘛 這次都沒看到 這次沒看到 這次只看到說 我們是我們不幹的 就這樣子 是啊 然後或者多多少少 會穿黑色的衣服吧 對 這是他們的象徵 就是我們都沒有看到 也沒有看到 伊斯蘭的旗啦 象徵物啦 然後政治訴求啦 等等都沒有看到 那就 可是坦白講 這是充滿疑點 對 也包括那個音樂廳 為什麼安保的措施 這麼鬆懈 對 這也是要檢討 這個 俄羅斯大意到 讓人無法理解啦 那 這個移工 真的要逃走 因為從莫斯科到烏克蘭 還蠻遠的 對 為什麼要去往烏克蘭走 也是怪怪 照理講應該是先躲藏吧 對 對不對 在俄羅斯境內 偏於荒郊野外 先躲一下吧 這個 這個當然會讓人家 產生很多聯想啦 就是說他 是不是還有另外的勢力 要幫他安排安全屋啦 是 或者是逃脫了 這個出境的方式啦 等等 總之這個都不重要啦 因為真相不會那麼快知道 其實我們很多在俄烏局勢當中 我們會發現說 一開始這麼說這麼說 到最後都翻盤了 對 譬如說克里米亞大潮這件事情 一開始我們說是不是 烏克蘭幹的啊等等 美國一開始也沒有說 對 後來翻案就是 美國指控說是烏克蘭幹的 軍情單位 對啊 那北溪也是啊 北溪 現在還不知道誰幹的 對啊 就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可能是誰幹的 所以我就是說 所以這種事情最重要 倒不是真相 因為才兩三天 你不會知道真相 不會知道 最重要的是俄羅斯如何認知啊 他怎麼看待這件事 因為這個會 影響到他未來的行動 俄烏 俄烏 那俄羅斯顯然 這個 我認為FSB啦 還有包括他的發言人 像扎哈羅瓦 對 就直接擺明就烏克蘭幹的 對 就烏克蘭的背後 因為這個邏輯上 這個只有兩種邏輯嘛 第一個就是我要 錯 我要重錯你普京勝選的 那個自信的氛圍 八十幾%高票 對 他就是要讓你 錯一錯你的士氣啦 那另外一種邏輯就相反了 就是俄羅斯要找藉口 來攻打烏克蘭 可是以普京 87%當選連任 需要這個嗎 這個就是說 人家是聽你這麼做 就是打這個戰爭 對啊 所以你需要 不需要這樣子 自導自演一個東西 來說我更有 理由去打烏克蘭 我認為 而且這傷害民眾 這個 這個我認為難以想像 普京有需要這樣做啦 所以 除非說他 國內很動盪 有更精進的一個派系 那就要導致一個更激烈 激烈化的一個做法 可是 普京對於軍方的控制 我認為也還好啊 對啊 以前還有瓦格納嘛對不對 那即使是瓦格納 他也瞬間就消融 那個危機嘛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就是說 這個真的人家會比較自然會理解 就是 你是要挫敗 這個普京 這個勝選的這個氛圍 對 因為你如果推到IS 然後現在又推到塔吉克的義工 這兩個真的都不起來 連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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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而且 就美國為什麼在第一時間 就如此篤定說 這個不是烏克蘭幹的 對啊 第一時間就說不是我們 也不是烏克蘭 然後我說我3月7號就告訴你請資 坦白講那個 他過去也曾經做過類似的聲明 就是說什麼事不是他幹的 之類的 但後來 那後來都有一些變化 對 不過我認為 大部分的俄羅斯人就是認為 就是 大概不是美國就烏克蘭幹的 對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觀點 是說因為我們知道 這短期間不會有答案 但是你俄羅斯怎麼想 這攸關俄務的局勢 那普丁可能會更加 因為亮哥不斷的提醒說 普丁會更加出重手 因為他的民心 因為國情就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俄羅斯現在呢 他們發言人說 我們俄羅斯處於戰爭的狀態 這個戰爭這個詞呢 是第一次被說出來 但我們都知道 可能早就已經在戰爭狀態 然後呢 現在俄羅斯也開始呢 在發展 很強大的這個爆破的炸彈 譬如說這個最新的是 重達三噸的航空爆破的炸彈 FA3000開始大量生產 然後呢 之前呢是500 這個說我們的產量也倍增 然後1500的說 我們產量也倍增 現在開始是產的是3000的 FAV3000開始量產 它是殺傷性很強的 然後呢 它其實重量 這個炸彈的重量 1400公斤 從1.6萬公尺的高空空投 飛行速度 時速可以來到了1200公里 然後它爆炸的時候 35公尺內的建築物都會被摧毀 然後呢 有一個退軍的上校就說 這個其實是烏軍步兵的夢魘 如果你說1500是魔鬼的話 那麼3000這個等級 就是烏軍的末日了 這個35公尺內等於就是 沒有什麼 就是毫無生還 對啊 其實是蠻厲害的 我主要就看它丟哪裡 對 它如果是要丟公用設施 我認為俄羅斯接下來的打法 大概有兩種 一種就是打公用設施 比如說哈爾克夫 現在有20萬人 陷入沒有電可用的狀態 對 它就是要造成民怨 要讓烏克蘭人認為 這個戰爭打不下去 那要折倫斯基就是 民眾的抱怨跟壓力 就會投射到折倫斯基身上 這是一種打法 那第二種打法是 它就擴張要建立軍事緩衝區 是 那最可能的就是打兩個位置 一個就是哈爾克夫方向 希望為俄烏邊境建立緩衝區 讓你打不過來 那第二個就是奧德薩方向 就是一個北一個南 對然後讓你打不到我的黑海艦隊 這兩個都有可能 而且我認為這個緩衝區 不會很小 就說不是那種10公里的緩衝區 OK 它可能會拉大 因為烏克蘭滿大的 說實在 那當然更廣義就是 它會不會有意要把德烈伯河 當作新的天然屏障 那這個就很麻煩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定列伯河 定列伯河就是把烏克蘭 劃分為烏東跟烏西 但是一個天然的屏障 整個貫穿貫 亮哥說如果這樣子變成天然屏障 那他要佔點東西可多的 對啊 那哈爾克夫那地方就非打不可 而且我跟你講我剛才聽 呂里斯艦長跟我講 說定列伯河是可以航行軍艦的 難怪現在他們要成立內核部隊 對 所以就是說為什麼要打奧德薩 因為不打奧德薩 他真的不能進去 你知道定列伯河的終點是哪裡嗎 哪裡 就是基辅 哎呦那就是核心 是啊 就是說我如果打奧德薩 我就可以讓我的那個 你說的內核部隊 就開始開進去 這裡再給他看一下 譬如說南部這邊 他就可以從這邊進去裡面 對 然後亮哥說他的中心就是在基辅 是啊 就這樣由南往北打過去 是啊 就是這樣啊 厲害 就他就不是只有陸軍啊 還有軍艦啊 有海軍啊 那到時候也會 讓空軍在上面做護衛嘛 哦呦 是啊 一定要 那就往上打啊 就打到基辅 那整個往右邊一切 就是他要的地方 就是定列伯河以東 對啊 因為船比較可以運更多人嘛 OK 所以不知道啦 我實在講 我沒不知道他會怎麼打 可是就是說 我們大概把那個戰略區 都講出來了 就是最糟的狀況都講清楚了 對 那我認為俄羅斯不可能承受說 我兩個海軍艦隊都不能用 對 因為目前他的波羅地亞艦隊 就受困在芬蘭灣嘛 是 這個他吞不下去 對的啦 因為 昨天發生一件事啦 說他有那個導彈 去打到烏西的Levoy 對 Levoy 那經過波蘭的領空啊 那請問這個飛彈從哪裡打的 嗯嗯嗯 我看是從波羅地亞艦隊那邊打過來的 有可能是 不然怎麼會穿過波蘭的 因為位置比較可能 對啊 不然怎麼會穿過波蘭呢 對不對 不然就是卡里林格勒打的 飛地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黑海艦隊現在困著嘛 對 因為這個烏克蘭最近去打了 我認為俄羅斯不可能容許這種現象啦 比如說他的三個艦隊 只剩下太平洋艦隊 太平洋艦隊可以用啊 海參威這一邊啊 不可能啊 他絕對不會這樣想 因為他 基本上還是定位自己是歐洲國家 是 所以黑海艦隊他是一定要用的啦 而且這一次就因為黑海艦隊被困住了嘛 他不能透過土耳其進來地中海 結果導致 加沙 那個東地中海 只有美軍控制嘛 是 如果照他以前的地盤 他是可以過來的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以俄羅斯這種帝國的思考方式 他卻絕對不可能容許 黑海艦隊被困住的啦 對 所以亮哥是不是也有一個觀點說 你現在烏克蘭去打這個黑海艦隊 就算你打了兩艘他的艦艇 但是是非常不治的 我坦白說啦 我認為普京早就這樣想了啦 我覺得他們會琢磨 重新去攻擊蛇島啦 OK 因為蛇島就困手在 就剛好控制住那個 奧德薩港的出口嘛 那事實上烏克蘭的糧食 就會有11%是經過奧德薩出港 那未來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把蛇島打下來 他就可以管制烏克蘭的進出啦 就是說你的船要進或出 可能要我同意喔 對這個就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那烏克蘭真的就被掐死了 內陸國了 他就變成內陸國了 真的是變成這樣 就是你就由不得你了 這個有點是一個穴道 被他掐住了 就是點穴啦 對 那我認為俄羅斯會用很大的力量 去打射道啦 因為上次沒有打下來 是 那是短暫佔領之後又被躲 對對對 因為烏克蘭還發了郵票嘛 你記不記得 所以 總之啊做個結論啦 就是 俄羅斯戰爭可能從此進入2.0版 2.0的 這個2.0版就是 對公用設施的 攻擊會更激烈 然後對於我們剛剛講的 哈爾克夫方向 奧德沙方向的軍事緩衝區 也會更激烈 然後他的 內核部隊也會開始進入 德烈伯河 然後一路往 基輔 基輔方向 那真的是 好幾核部路現在 那真的是三路夾擊 是啊 是啊 那另外還有一個2.0是 中俄的關係 也會進入深化的2.0 因為亮哥在直播當中 也是不但提醒說 中俄現在看起來超級背靠背 而且是美國促成的嘛 那尤其是來看到是說 現在呢 普丁會不會來訪問中國大陸呢 因為他勝選完之後 就有一個聯邦 這個中央委員會的主委問說 哎呀你首次的出訪會不會是東方呢 而不是西方吧 中國領導人也期待您的訪問喔 結果他很正面的回答說 我會認真的考慮您說的話 不開玩笑 我覺得他勝選的第一訪問對象 本來就是中國啦 對啊 因為坦白講他 他這個時候 面對北約那麼大的壓力 他需要穩住嘛 所以他需要抱住一個 比較大的柱子啦 這個超大柱子 是啊 而且我坦白老 我事實上也看了一下 他勝選的演講 他也提到 因為他任期有六年嘛 2030之前他要發展的是科技創新 他要建立科學園區啦 設立科學的院校啦 那請問誰能幫忙 當然是中國大陸 是啊 就是嘛 是啊 因為他也 他也恭維了大陸啦 說中國大陸現在也在做科技的轉型 那他希望俄羅斯能夠跟進嘛 跟上腳步 是啊 那這個部分 如果中俄真的是上不封頂的 不分領域的合作 其實這個綜合效果是蠻驚人的 很驚人啊 因為俄羅斯還是有領先大陸的部分 對啦 軍事也有啊 太空啊 太空 然後軍事有一些項目大家都知道嘛 比如說戰略核動力潛艇 對 那這個比如說這個 戰略轟架機也蠻強的 是啊 然後他的長城預警雷達 對 那這個 那俄羅斯也有求於中國啦 因為他的造船艦都在 都在烏克蘭那邊嘛 所以他當然是希望 中國能夠賣作戰艦給他嘛 雙方我認為合作的項目實在太多了 對 就是 然後這個 民生用品也是嘛 這個我們也都講過了 那 所以 俄羅斯也講到 普丁就講了嘛 說他們 到了2023年 整個的貿易額就已經衝破2000億嘛 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他真的沒有什麼選擇 所以他大概 上個禮拜他宣布了一件事嘛 就是 俄羅斯的央行 人民幣的持有要增加1.5倍 那表示他 將會使用大量的人民幣 對 那就是意味著要跟中國交易 是 就是這樣 因為有些事情不一定能夠 以物一物啦 對啦 那用人民幣當然還是有更大的自由度 對 所以我認為他 看這個慎學演說 不是那個慎學演說 是滿明顯的 就是 第一個 對西方的徹底失望 對 那第二個就是 對中國 我認為會 至少會有六年的一面倒 長期我不敢講 因為大國與大國關係 最終還是會有自己的獨立自主的部分 當然 可是未來六年 不會變 我認為普丁真的沒有選擇 是 對 那這也是美國 極限施壓的狀態之下 第一個你俄屋局勢 本來想說可以打討 這個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現在 明星呢 普丁順選連任 然後呢 他的軍工產業發展也好 你看 開始在大量製造呢 這個炸彈等等 他軍工產業也起來了 然後經濟也沒被你打倒 因為呢 不只你不要怪中國大陸 印度也大買特買啊 就便宜啊 為什麼 為什麼要抵制呢 抵制美國的 也只有四十多個 跟美國一直抵制俄羅斯 也只有四十多個國家 也不是全世界的主流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呢 中俄現在超級被靠背 還真的是要謝謝美國 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